受到连日来的强降雨影响 中国贵州大方县今天清晨发生土崩 造成10户人家共29人被埋 截至傍晚 救援人员成功救出了17人 10人遇难 7人获救 事发之前贵州省气象局曾经发布 暴雨黄色预警信号 由于现阶段土崩发生已经超过了12个小时 救援人员表示还没救出来的人 深还希望渺茫 只能期望还有奇迹发生 连日来的强降雨已经导致贵州多地 出现洪涝 风暴或土崩灾害 超过13000人受灾